各位同学,又到了楼小channel 今天的栏目是 与你博弈,像棋 博弈是指在一定的游戏规则底下 各参与人选择各自的策略 为争取胜利而竞争 今天要和大家像棋博弈 在公平原则底下 大家都要知道像棋游戏规则 所以请同学先看看以下的视频 了解像棋的玩法 然后我们再开始博弈 督棋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像棋的运作 游戏中棋子可以活动的地方 叫做棋盘 有纸造,木造,或者就这样印在桌上 棋盘在长方形的平面上 由九条平行直线和十条平行横线 相交而成 一共有九十个交叉点 其纸就是摆放在交叉点之上 红黑双方中间有一条河分隔 河界上面写着楚河汉界四个字 楚河汉界寓意当年楚汉相争时 分隔楚汉两军的红溝 将中国历史形象化地融入在中国象棋的游戏当中 棋局开始的时候 棋子将会摆放在指定的位置 它们分别是 帅、士、象、马、鞠 在棋盘上有专门标记的地方 分别摆放、袍和兵 了解了它们的摆位 就可以开始了解它们的行法 所以 是中国象棋中最重要的棋子 是古时候的军中售路 也是双方争夺的目标 当它被人吃了 整个棋 完 将军如设在棋盘的底线中间 他只可以在棋盘上的九弓格范围内活动 可以向上、下、左、右四个方向移动 而每步只可以走一格 除此之外 将和兵不可以在同一条直线上直接对面 否则会当犯规判输 被对面飞攻了 兵 是古时候的士兵 是中国象棋中数量最多的棋子 每方各有五只 兵的行法有两种 在未过河之前 兵每一步只可以向前走一格 过了河之后 除了可以向前之外 还可以向左右移动 同样 都是每步只可以走一格 但仍然不可以后退 由于过河之后 兵的威力倍增 所以俗语都会说 桌仔过河 当居洗 是古时候的战车 是攻击力最强的棋子 可以按照棋盘上的线路 打滑或者打直行 只要途中没有其他棋左隔 所走的距离就不会受到限制 由于居的速度非常快 往往能够主宰战局 不少人认为 一只居 比一只马加一只炮更要厉害 可见居的地位超现 炮 是古时候的投石机 是中国象棋中 唯一种食指和行指的方法不同的棋子 在走指的时候 移动的方式和居一样 都是按照棋盘上的线路 打横或者打直行 而食指的时候 炮必须跟对方的棋子之间 相隔一个棋子才可以食指 就好像要有一个炮台 才可以发射一样 如果没有炮台 炮就不能食人了 马 是中国象棋中的骑兵 马每一步 由于每步棋 横跨两个双鱼的方格 所以又俗称马行日 但如果要去的方向有其他的棋子挡住 马就无法走过去 俗称踢马脚 由于马在一步棋里 理论上最多可以达到八个点 于是又有八面威风的说法 象 是古代的丞相 是中国象棋中重要的防守指令 属于防守的棋子 象不能过可 活动范围只限于自己的阵营里面 每步向着对角线走两格 俗称象行田 但如果田字里面的中心点有其他棋子 象就无法走过去 俗称贼象田 由于防守作用非常大 所以又会有无杖无棋的说法 是原岁身边的卫士 即将军的保镖 正正因为它是保镖 他们会在岁的附近 是只可以在九宫格内活动 每步沿着棋盘上的斜线走一格 是中国象棋中 活动范围最少的棋子 虽然整个棋盘中 市的活动范围只有误架 但在防守上面就发挥了非常大的威力 是将军的贴身保镖 看完关于象棋游戏规则的视频之后 新的同学都知道如何捉象棋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不能够见面 可以如何进行博弈呢 所以同学就要学会表达象棋走法 和记录的方法 请同学观看视频 为了有效地表达每步棋的移动方式 象棋有专门的一套记录方法 在棋盘上 第二表达移动的旗子和它的方位 第三个字表达移动的方式 第四个字就会表达到达的地方 移动的方式可以分为 平、进、退三种 首先要了解是平 平就是平移的意思 以片中为例 当虹方的炮 由初始的位置移动到中间的时候 由于起始位置是在二号线 所以我们会叫这只棋做炮二 由于炮用平移的方式行走 我们会用平字来形容这个移动方式 而中间的线是五号线 于是整部棋就会被称为炮二平五 而在进的方面 如果虹棋的马由这点去到这一点 局面中的马在未移动的时候位于三路线 所以会称为马三 由于是向前行 所以会用进来形容移动的方式 而到达的点位于五路线 所以这部棋会称为马三进五 相反 如果它由这个点回到原来的地方 就是马五退三 另外如果两只棋放在同一直线上 好像片中的这个情况 由于三路线上同时有两只兵 为了区分 我们会将前面的一只兵叫做前兵 后面的一只兵叫做后兵 现在这样向前走 就会用进的方式来表达 由于它是向前走一格 所以这部棋 就会称为前兵进一 今天博弹的玩法是残局破解 当然还有些规则 现在指定的时间和步数之内消灭我的主公 将举例 你可否用二十秒一步令我举手投降呢 这个答案是创 8 進4,1,2,3,4 到這個位置,下方無機可以走 所以認輸 好,比賽開始 靜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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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